近期花蓮市区陆陆续续的进行各项的工程 造成民众交通不便属于交通黑暗期 花蓮市民代表韩林梅就指出 经三角地区的人潮以及车潮众多 但路边却设有停车阁 导致汽机车争到暗藏交通的隐忧 因此建议公所废除停车阁 增加用路的空间 也还给民众最基本的用路安全 适逢连续假期 花蓮市区内的人潮及车潮就会挤得水泄不通 时常会出现汽机车必须要征道的惊险画面 为了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道路环境 花蓮市民代表韩林梅就针对金三角 提出废除路边停车阁的看法 今天最主要的咨询重点 在我们目前花蓮市所进行的 所有的道路工程以及下水道的工程的部分 那因为呢这些工程的进行 造成我们民众在交通上面的一个不便利 也造成了我们民众的痛苦指数提高 所以呢我们是建议市长 做一些有暖度的一个规划 让我们的民众能够转移这样子的一个注意力 让我们民众身心可以更健康 那建议呢在我们的公园规划 我们所有里的一些活动 让我们民众来参与接近大自然的部分 那另外也针对我们的金三角 是人潮车潮最多的地方 我们希望能够废除停车阁 然后将道路来还给我们的机车族 让我们的机车族的生命财产安全 被重视被保护 对于代表的这项建言 市长蔚佳贤也表示肯定 不过目前以金三角的现况 要拓宽道路是相当困难 未来可能会有大型的客运据点 势必会对用路人造成更大威胁 也会向县府相关单位 作出建议 以利提早应应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